在这种情况下 松和七丹的战争继续 直到一七零四年结束 我总是说的 几年份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以那一年结束 那年在一个叫泉州的地方 两国之间达成了和平 已经签订了 关于咒路也被称为全然君 这是现在的中国和南生蒲养士 根据这个名字 被称为千言 错了 用以自称之为全言之盟 我们则称之为全言的孟约 其内容如下 首先两个国家都不会表现出 谁赢了谁输了 所以像是在平等的立场上进行谈判一样 让两个谈判主题如何表达 就像是北方宋氏南昭 北方的王昭和南方的王昭完全相等 两个平等的国家 好像是彼此之间约定了什么一样 采取了这样的格式 完全不是这样的重要的内容 最重要的是宋成仁 医疗的形式 对援云的是刘州进行同志 这是最初的开始 宋继续进行了16周的演习 他说呢 他会恢复的发动了战争 但是以后不会这样了 这16周的宴席 就是对高利领土的承诺 那么宋朝给了聊过什么 聊过应该给宋朝一些相应的东西 对吧 但是反而给我再加一个东西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 每年享了朝宋区 而什么批丝绸和什么梁英子 也放弃了 袁正给了丝绸和酒 聊过没有给宋朝任何东西 那么这个承诺 就是聊过的 以生力为前提 对其担有力 这成了一个条件 那时候的200万批丑子 根本不算什么 英子是100万两 宋本来就富有 所以这点对我们来说 就是笑才一跌 如果继续预期担任战争 考虑到战争费用 这真的不是消失 忧人这样解释 但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平等 就不应该给予 反而即便是一路失线 也应该是接受放映了 但是不仅仅是20万笔 打开看看20万笔 是操装再一次什么梁英子 这是持有证据进行平等谈判 我认为 我绝对不能同意 高难 赢了 但有一条 似乎表明 宋胜利的条款 计量过皇帝 成为兄弟 宋早真宗皇帝 成了兄弟 其胆的神宗成了弟弟 这样的建议 那么变成了宋伯吗 那么成为各个后 是不是意味着 即让不了领土 又因为有钱 而焚给了别人呢 不 我看绝对不是这样 世界上哪有 过与过之间的那种事 只不过是真的 拿出了身份证的事 就那 读那 宋昭皇帝 真宗那是三十七岁 那是得料着 皇帝 生宗十二岁 大家互相 除世身份证 因为有很多难听的话 不应该这样解释 这只意味着他成为了个个 而宋映成了弟弟 实际上 成为兄弟后 下一个皇帝的同志 会有所不同 对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 差一句可能会变大 所以这种关系会随之而变 有时候会成为侄子 又是是成为祖父 年长且有学士的人 成为尚未 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所以拿着这个 从这之后 关于高丽的纪律 在中国 这话出来了 我们是中国 甚至 还有这样的话 此后 宋与齐丹的战争 不再发生 水赢了 辽赢了 宋了战争 就此结束 幸运的是 辽在这里 停止了南京 通过这个孟约 宋得到了 唯一单非常重要 条件应该就是这样 以领土16州 作为价格 不再像南京军 为了得到这个宋 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 让步 那现在高丽问题 该解决了 当了遭侵略高丽 第一次侵略他们轻易车腿 是因为考虑到了招阴 这样看也可以 高丽断绝于宋的关系 娱乐简历乘封造工关系 一次结束于高丽的战争 因为于宋作战更迫切 14年 签订了了宋梦约后 宋就稳定下来 那么高丽 还有剩下的问题吗 继续向高丽发送敌对信号 如果我们重新谈论 高丽的车封招工关系 这是第四代了 没有重视于这个传统 高丽继续 余宋招以及中间的 女真族联手对抗辽招 一直在考虑 发出这样的敌对信号 但是在高丽也 他们不打算像蒙古头这样 所以现在介于高丽和七弹之间 存在军事冲突 这些都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但是从辽的角度来看 他们认为自己是打送中国 世界拔诸 没有任何理由 就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找借口 在这期间来自高丽的 扛救引发了一场停电 插死了母中 然后用力了先中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这就是 这成为了 截入高丽的借口 在高丽 这是我们的事 为什么是你们的 无论是强调 还是由谁提出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 如果你这么认为 那是现代思维 在此之前呢 策锋造工关系 意味着这个 木总是谁 通过策锋造工关系 有个人是贝勒国 策锋为高丽国王的 说是在高丽岁一杀人 然后坐上王围 这是对策封权的挑战 这就是他们能提出的主张 这就是为什么 齐弹会敢于高丽的内政 包括国王 因为这个替环 所以 1010年11月 齐弹发动了 第二次侵略 那是由其谭生宗亲自 他们拎着军队过来 因为现在宋和的关系 已经整理好了 所以皇帝有点幸运的是 他们当时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所以举报道 辽军的规模 是不兵和 起兵加起来 大约40万人 但是 古代记录的数字 总是让人怀疑 真的有40万人吗 这让人丹有些怀疑 现在真的很难说 具体是多少 记录上是四什么 就按这个算吧 但实际上应该少于这个数字 或许可以到这个地步了解 说到这个 之前苏松龙第一次侵略的时候 他自己说过 他的军队有把什么人 但是这也让人难以理解 爸爸什么人带来 仅仅近一段绝高力和松的关系 为满足而回去 这不是性戒比太低的战争吗 因此那时候跟岁数 森林的军队数量不像 虽然说又把什么 但这显然是夸张的 是的 您您说的对 在第二次侵略史就是这样 我没有能力与这次军队作战 这是江寒战出现的 在讨论是否投江灯话题时 他局寿表示 拿起武器 坚决不能投江 国王一旦讨持 我们就派人去谈判 又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那之前冲伸军队 必须击解 据说是在于 连声中军队作战 是被布后死去的 如果有死亡 这就是一个例子 如今连声中 也没有在战的理由了 因为强调引发了战争 但现在已经触发了强调 所以没有在战斗的理由 因为明确了敌人的侵略目的 所以可以讲这个故事 因此派人出世 出现了一个名叫哈公斤的人 所以高丽国王亲自去了齐丹 他亲自提出了这个条件 而成宗认为这已经足够了 亲自来到高丽也是值得的 想到的是至少会笨了 然后就这样回去了 所以第二次侵略就这样结束了 关于声中 所以我们需要深思一下 我担心的是如果制作剧集 可能会把七诞生中 描述的非常暴躁 想到七 我有点担心会画出很有值的话 我是从我们的角度看战争式 我们总是把自己的人描绘成好人 地人描绘成批人 虽然这可能发生 但如果太过这样就太愚蠢 太傻了 我们又画出了我们守足无措的样子 不知所措的受到这样低劣的人的攻击 甚至有自己的方式 接受了教育 有计划 有策略 有大具观 在这种情况下 就这样冲进来了 提到齐丹生中 是二岁成为齐丹皇帝 一直到61岁去世 他是四十九年的齐丹皇帝 在这四十九年间 齐丹对高丽的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侵略 全部进行了 从高丽的角度来看 他们并不欢迎这个人 即便如此 齐丹帝国业 他统治了将近五十年 带领这个国家达到了丁生时期 把这个人紧紧描绘成一个普通的盗贼 反而可能说实侮辱了 那是未能遇到贼正面交锋的高丽人 我认为这个辽国的僧 总是个有能力的皇帝 希望能这样描述一个 能划出达局的皇帝 一个能准确判断的皇帝 因此这场战争 不仅仅是展示我们一方的情感 而是要客观地 如何把这个时代的高丽和七旦的关系 作为一个理解的机会呢 我想尝试一下 不被接受的希望 好了 七旦车退后 这是什么 高丽的国业预测 既然接受了这个承诺并返回 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 但是高丽没有履行 如果高丽国王到哪里 背不了怎么办 当然是丢什么拼 我认为 而当齐单军队来到眼前时呢 可以做出这样的承诺 但一旦撤退 这个承诺就可以随意更改 可以打破的 在国家关系中 所谓的神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的生存 这些得到保障后才谈心意问题 跟赵出现 不去 所以辽国自然会催促 闻为什么不来 高丽刀此位置 不能去 他承认错误 说不回去 那施辽军在以前 零十一年一月份回去得 一千零十二年六月 也就是一年半后 高丽宣布不去 从那时期 辽的攻击持续不断 高丽开始受到攻击 我们知道的第二次 第三次大规模 入侵之间 还有小规模的攻击 有攻击 据高丽史的记载 2013年5月 2014年10月 2015年1月 3月9月 2016年 10017年1月 几乎每年都会 攻击高丽一次 高丽继续对抗 这些小规模的攻击 然后在以前 018年12月 发生了第三次入侵 会发生大规模侵略 在这次侵略中 我们大获全身 1990年2月份 有一场叫做 江那些的 要州大捷 那问题是 生活并非 一切的终结 聊高丽战争 是一场 倾斜的战争 如果高丽 在这场战争中失败 国家可能会毁灭 只要地面坚硬 侵略就会失败 全部 所以这就是高丽 当然会考虑的 后续行动 关于怎样 与七旦建立关系 并进行战争的问题 如何阻止 所以其实是两个国家 双方都在探索 聊也想让 预告里的战争 显得幽默有样 有理由结束 高丽也有同样的想法 高丽先拍 千聊聊的是这 请求像以前一样 称赞国家 并先向国务 让我们停止战斗 这是首先发出 愿意接受的信号 用它进行 两国之间的谈判 这里有一点很重要 在于了 赵进行谈判的 这段时间里 高丽发现了 宋海的逝则 通过恢复于 七旦和前锋总的关系 来组织战争 同时高丽 他们想要 继续运送的交往 他们说 我们会继续运送的关系 这是发出的信号 我们愿意接受 册封和赵公的关系 所以总之呢 他们勤巧承认 于宋的往来 提出了这样的条件 考虑到高丽 找到了明分 我之所以想要推出 是因为我已经在于 宋赵往来了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 高丽想 辽超 曹公 接受 册封的这种关系 那么就不会再有战争 两位外交高手之间 达成了这样的协议 这样一来 战争就结束了 我们知道战争结束后的情况吗 关于高丽与廖的关系 是怎样的 我们对这个不太了解 我在高中的 韩国历史教科书里 查了这部分 通常是这样介绍的 结识到贵州大厨里 高丽胜利了 然后鸟就消失了 接下来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为了家乡国防 在开径周围建造了城墙 在边境上建了长城 所以这就结束了 因此这解释了 高丽一致与其丹 出于战争状态 为了继续这场战争 应该理解为修建了长城 但是是并非如此 这场城并不是面向其丹 如果面向早了 那么应该是防守西海岸 一周一带 但那里并没有建立城池 最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后 你说过高丽 恢复了预料的招供关系 也就是说连续几代的高丽国王 接受了朝的册封 到什么时候 直到高丽灭亡 直到齐丹灭亡 高丽一至于齐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双方不断往来 不发生战争 保持了和平关系 这是正确的答案 并不是说齐丹 突然对高丽法企攻击就消失了 重要的是 对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添付那个空白了 再来一次 就这样 扩大领土 这样扩展了 所以地图上表示出来 就是这样 NBC新闻 我是西方哥 但是王熙一直到阿尔台山脉 他向西之阿尔台山脉 向南之连云是流州 因此现在呢 下到中国北京下面呢 那里有条角白乌拉的河 那里是七丹的领土 实际上这片领土一不大 一直衍生到克求沙河 从现在开始就是海边了 这样就能直达东海了 那么怎样同志这么严阔的领土呢 分成五个 这被称为告里的无尽之一 包括桑京和东京 有五个首阿 东首阿 中首阿 南首阿 西首阿 但在这些重 这上京成为了最主要的重新 现在位于内蒙古的 这是一个地区 虽然这里是主要站点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辽召皇帝们 继承了游牧地传统 这位皇帝继承游牧传统 意味着并不是皇帝变成了牧羊人 继续移动 建造了这五个独城 然后不断的安积 结伦流举主 皇帝一直在移动 所以也成为移动的国家 就会被称为 皇帝如此 虚幼地称为 用高利 欲就是 Nalbal 而来 疯狂 Nal意味着该长 bal意味着完 换句话说呢 这没有任何意义 用意词表达的所谓 Nalbal 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话 便走便直国 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 日处 它非常好的反映了国家的状态 我之前说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词我们现在不知道 它属于阿尔泰玉西 可以算是 故蒙故语的一种助语 我倒是这么认为 但不完全确定这个说法 尼文七担任 是否一直是用七担任 当然是的 在了本土 自然是使用了语 在南方的连云 是刘州地区 可能有很多一族人 所以这里用一语 也就是中文 详细句的话 会遇到居住在那里的 唯吾尔族 他们可能会用唯吾尔语 而在这边 东边的满洲 是女真族居住的地方 所以这里可能用的是女真语 女真语和七担语是 不同的 我们一起就叫 Orancimaria 虽然然这样对待 但是有所不同 等到女真逐渐历经朝时 这些七担任 这就意味着无法沟通 换句话说 七担瑜和女真 瑜是不同的 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 在语言学中 叹的是凶女 先辈 接触这些游牧民族消失的原因 不是因为不能放牧 而是因为预言的消失 因为没有保留语言 那个民族就消失了 在我们的知名时期 这种说法很常见 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语言 我们民族会消失 这样的话题 讨论过很多次吧 实际上是古代的 其他民族也这样做了 但我认为七担任 没有保留自己的语言 为了保护而反而 我们努力过 保持语言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 说吧 这是在创造文字 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示 看 所以在高利也忧 稳在因总统 创造文字的过程中 产生了两种形式 大字和小字 这两种文字 这个七担大字 和其单小字 现在还存在 因此可以研究 如果看历史记载 公元旧而零年 创造了大字 还有记录说 曾有三千个文字 文字有三千个 去学习这个肯定非常难吧 先存的存在欲碑式上 这碑式上的 我们常说句子是碑问 这里有一个勇气 但打字写的背问 所以看了这个 和一字很相似 拥有与一字相似的 这个讲话肯定不同 可能利用生和熏 来记录其单于 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这样 说明确实存在过 三千个字的东西 但现在只造到了 大约二千五百个字 因此对此进行研究 还有七单小字存在 同样也有保存下来的 用这个可以看到 七单小字不全用离子 只用不收造的 但这是像我们的 韩文一样的音速文字 音速举字 可以说是表音文字 类似字母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 可能更容易表达 自己的语言声音 这是围绕中国的 所有民族 共同关心的话题 因为我们的语言 和中国不一样 所以创造了这个 勋明整音 因为以字不同 我们需要自己的文字 感觉到了相同的需求 就像起担任一样 所以制作了 大字和小字 据说原来小字 由四百五十三个字 我们现在检查了 大约三百二十格子幅的声音 他们能够做到 创造文字 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认同 而做出的努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可以这样评价 接下来讲述了过的灭亡 国家成立于九百十六年 瓦解于以前一百二十五年 所以它存在了四十基 十一世纪 二十基 那段时间它并不断 而且在那期间 它是东亚最强大的国家 成绩为东亚的把全国家 并不为国 有一种威严的感觉 然后并非自行灭亡 而是因为外部又更强大的敌人 吉满洲地区的女真人开始崛起 女真的崛起 是个需要单独解释的重要事件 出现了一个名叫阿库他的英雄 他同意了女真部落 曾经过成立于七一五年 国名为大金 我们称之为金国 辽国攻击了金国 据说使用了七什么病例 他们进行了攻击 就是这样 其实什么 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失败了 通过这一掌 辽国开始 急速失败呢 靖国增强了军力 贡献了五金中的三金 包括冲金 这样依赖 就于南方得了军队治疗 公愿以前零四年以来 不能预期 但作战的是谁 送过抓住这个机会 向靖国牌人去说 让我们一起攻打齐丹 条件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俩合理战胜 联盟会认可十六周围 松海领土 所以送贞的很像是 先梦想中的十六周恢复 那么黄金的好处是什么呢 送到那是位子的三派 给金的 给你们的 这是条件 什么压力是一样的 只是失败了 以四周 银子和族军还取领土 从今的角度看 突然有很多四周和银子用来 这值得做吧 因此他们合理 所以现在双方 变得更困难了 辽的最后一位皇帝 是天座堤 天座堤最终详细到沙漠地区 吃爆了 但他被活捉了 以前一百二十五年 因此辽国就灭亡了 辽国完全灭亡了 辽州将要灭亡之前 一千一百二十四年 辽国皇族中的耶路大师 跨越到西边呢 进入中央 建立了一个叫做西侠的国家 这个国家用一字写作西侠 也叫西侠 后面辽国被军彻底消灭 继续进行对抗压 结果被城基斯汗给灭了 在以前二百四八年 城基斯汗西京的时候 这卡拉奇台北灭亡了 所以辽国的灭亡 是以前二百人 人们也说是十八年 但在这期间 高丽和辽国又发生了一次冲突 高丽时记载 这是侵略高丽的七丹 被称为七丹一种 一种以味着生育的族群 所以这就像是七丹的参与实力 侵略了高丽的感觉 它被记录下来 在一二十六年 蒙古成为了一个强国 当铁木针统一了蒙古 然后这蒙古攻击了几国 所以在几国痛子下 生活的七丹人 看到了机会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开始了 齐丹的复兴 被称为杨玉佑 这个人也是杨玉家族的 杨玉佑家通过自立领导 自己的实力 向蒙古军队投奖 然后申请 今天我们得到帮助 击败了晋国军队 当时击败的晋国军队 栽失了中级在威流什么人 骑什么 流什么 扒什么 撕什么 这样随意更改军队的数量可以吗 你知道现在我们大汗民国 有多少民军人吗 我们经常说的是 流什么大军 即使我们把 现在所有的士兵都集合起来 也不到六十万 但在那个时候 六十万 击败了晋国的军队 但我不确定 这个是否可信 不过一旦成功后 内部就会发生内斗 关于内部 说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已经击败了晋国军队 并成功复兴 我们成敌吧 有人这么做了 再一方面我们确实做了 但这是因为蒙古的帮助 蒙古会喜欢吗 谢谢 自主派和新丰派的对立 因此发生了冲突 有人背叛了扬育他们的人 出现了背双折 我不知道怎么读高丽语 首先用一字表示 就是刚特杰 也是那样记录 他们从耶勒如分子出来 但是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内部分争 在那场内斗中 格罗领导自己的人 逃避蒙古 逃跑了 逃到了曾经是自己的地方 过了鸭鲁江 哪里成是高丽的土地 高丽本来过得不错 突然间 齐单足乡 超水一般涌入 根据当时的高丽诗 他们拔了找的人口 携成了旧末人 而这个也是 搬心搬乙的 一马了族人 毫无余境地创了进来 我们根本没有同意 没有任何策略 他们就这样奉拥儿子 问题是 这些人中不仅仅有军人 带着全家人一起来 所以换句话说 这是对高丽来说 就像是蒋世朝一样 随意略多 自私起立这种状态 在高丽的北部地区 高丽在很长一段时间后 终于集结军队参战 你知道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吗 银官建立了刑武办 公元以前107年 7.1.2007年成立 7.7.199年蒋起鬼还给女人 此后高丽经历了真正的战争 没有了 所以是在一百年后 才会复身体的 这样做对吗 不管怎样 高丽做得还不错 继续抵抗女真人 把他们推开 安慕观方向 如果他们起来 这些人会逃到哪里 那就是向蒋渊道方向 然后到了现行 逃向图门奖 没关系 他们会再来 从图门奖到现行 战争也爆发了 过了一周 从东西两面向这边来 推一次他们又来 再推一次他们又来 这样两次推开 又来了两次 然后呢 觉得这样不行 这次的人真对待 开始足之军队进行清骚 往北推进 被比推的耶路 从在这次没有逃到国街之外 那接近平壤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江洞城 都进去了 这时间奇怪的事情 对吧 向北方 但是没有去过境外 反而进入了蒋东升 这意味着有些事情 阻止了他们被伤 那情况是怎样的呢 这次是蒙古军队 从被编下来 并不是看着高丽尔下来的 他们支持的也有 于被攀劳的高丽人 因此进入高丽领土 这样以来 高丽和蒙古军队首次相遇 今天讲的是奇弹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说到这里 关于蒙古的故事吧 就是大部分蒙古军队 正在前进 考虑其中的一部分 留下留 留在高丽的这些人 要考虑到这些人的个别情况 他们分散居住 这样他们就会有群体 居住地 这个群体居住地叫什么呢 因此他们被称作其担任 这些人的后代 现在与我们共同生活 可能施其担任 可不要太讨厌 那可能会有分手 早如今的时候 我们只让我们 streaming 东方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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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를 qug